银河帝国 九 刚学 第十集 不管是什么公事 你去告诉上级 要他们改派别人 拜托了呀 杰西 你当警察的妻子也这么多年了 早该知道命令只有服从 没有商量 那么 为什么偏偏是你呢 因为 因为朱莉斯 恩德比 被搂在怀里的杰西 突然肌肉紧绷 我早就该想到的 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朱莉斯恩德比 要他至少这次换个人去赴汤导火 你太重心耿耿了 利亚 简直是 好了 好了 杰西 向当年 在大城行政学院 恩德比是高贝莱两届的学长 私下里两人则是好朋友 然而 当贝莱通过了一系列的性向测验和神经分析 准备进入警戒工作时 恩德比不但早已当上了警察 而且已经调到了便衣刑警部门 贝莱一路追随恩德比的脚步 在那两人的距离越拉越远 严格说来 这并不是谁的错 贝莱的工作能力够强 效率也够高 偏偏欠缺恩德比所拥有的一些特质 在庞大的行政机器中 恩德比就像是一个完美的重要零件 他是那种天生适合吃公家饭的人 在官僚体系中 简直就是如鱼得水 恩德比局长的脑筋并非一流 这点贝莱心知肚明 他有些幼稚的怪癖 例如每当心血来潮 便会拥抱一下 华而不实的怀骨主义 然而他和同僚相处融洽 从不得罪任何人 他总是从容优雅的接受命令 下达命令的态度 则是坚定与温和坚固 他甚至和太空族也处得不错 虽然或许过分谄媚了一些 如果换成碑来和太空族打交道 不到半天就会剑拔弩张 这点他自己十分的肯定 虽然他从未真正面对过太空族 而恩德比赚到了太空族的信任 使他成为纽约大城中 不可或缺的人才 凡是在公家机关套生活 个人能力永远比不上交际手腕 来得重要 因此恩德比一路平步青云 当贝赖只是个C5级的时候 他已经爬到局长的位置了 对于这种差异 贝赖并不怨恨 但他毕竟是凡人 仍免不了感到遗憾 恩德比则从未忘记他们当年的友谊 为了弥补这份遗憾 他常常用自以为是的方式 尽可能地照顾贝赖 这回他只派贝赖担任姬丹尼尔的搭档 就是个现成的例子 这个任务既棘手又无趣 可是毫无疑问 其中隐藏着连升两三级的大好机会 身为局长的他 大可将这种好事让给别人 而当天早上他故意强调需要背来伸出援手 只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说辞罢了 杰西却从不这么想 在此之前 一个类似的情况下 他曾经这么说 你那愚蠢的忠诚指数真是害人不浅 我实在听咽了 人人赞美你充满责任感 你就偶尔为自己着想一回吧 我早就注意到 那些高官一向不拿自己的忠诚指数当话题 此时 贝赖毫无睡意地将躺在床上 静待杰西冷静下来 他必须好好思考 将自己的怀疑一一落实 于是 在他心中 许多小事彼此逐渐拼凑起来 慢慢形成了一个规律的涂鸦 杰西忽然动了动 令他觉得床垫微微下线 利亚 他凑在他的耳边呼唤道 啊 什么事 你何不 干脆 辞职算了 别说蠢话 又何不可能 这么一来 你就可以摆脱那个可怕的机器人 你只想走进Underby的办公室 撂下一句话就行了 我手上有这么重要的案子 绝不能半途辞职 否则 岂不像是把整件事当成垃圾 随时随地可以丢弃 我要是玩这种把戏 一定会被正式解雇的 即使解雇 你还是可以东山再起啊 你做得倒得力啊 你一口气 就能找到十几份胜任的公职 遭到正式解雇的人 公家机关 不会再录用了 到时候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出卖劳力 而你也一样 这就代表 班特勒 会失去所有的家传地位 天哪 杰西 你根本不了解 那是什么日子 我在书上读过的 也没什么好怕的 你疯了 你真的疯了 贝勒觉得自己浑身打颤 与此同时 他的脑海中 闪现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穷困潦倒中 逐步迈向死亡的父亲 杰西 重重地叹了口气 贝勒狠下心来 不再理睬他 强迫自己 将思绪 拉回到刚才那个拼图上 他坚定地说 杰西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是如何发现 丹尼尔 是个机器人的 你到底是怎么确定的 这 他说了一个字 便难以为继 这已经是他今夜第三次 欲言又止了 贝勒 紧紧地抓着他的手 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拜托 杰西 你究竟在怕什么 我 我就是猜到 他是机器人 利亚 没有任何线索引导你这么猜啊 杰西 你在出门前 并没有想到他是机器人 对不对 没 没错 但我脑子里 一直 得了吧 杰西 真相究竟是什么 嗯 好吧 利亚 女生们 会在卫生间聊天 你也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就是 天南地北的闲聊 女人哪 贝勒 暗自感叹 总之 传闻 已经满城飞了 这是免不了的 满城飞 贝勒心头 忽然冒出一丝 近似于胜利的快感 又有一块拼图 到位了 他们的口气 就是那样的 他们说 据船 有个太空族的机器人 进了大城 听说他看起来 和人类一模一样 而且 他准备和警方合作 他们甚至还笑着问我 你家利亚知道这件事吗 杰西 我也笑着回答 你们别傻了 当我们到了影音层 我就不由自主地 想到了你的新搭档 你还记不记得 为了让我看看太空族 长什么样 你曾将朱利斯 恩德比 在太空城拍的照片 带回家 嗯 我不由地想到 你的新搭档 就是那个模样的 这是我冷不防想到的 于是我对自己说 哦天哪 他一定是在鞋垫 被人认了出来的 而当时 利亚和他在一起 然后 我就赶紧说我头疼 然后 我就跑 好了 杰西 好了 别讲了 别讲了 你给我冷静下来 告诉我 到底你在怕什么 你并不是怕丹尼尔这个人 刚刚你进家门的时候 还能面对着他 一点也不畏缩 所以 躺在床上的悲赖 突然住了口 坐了起来 在黑暗中 徒劳地睁大了眼睛 他感觉到 妻子挤了过来 赶紧伸手 用力地捂住了 他的嘴巴 他拼命地挣扎 双手抓住 他的手腕 用力地扭扯 他却反倒 加重了力道 等到贝莱 突然间松了手 杰西 开始戳气 抱歉 抱歉 杰西 我刚才 听见了一点动静 贝莱 贝莱 下了床 在袜子的外面 套上了保温焦膜 莉雅 你要去哪儿 别走 不要紧 我只是要走到门边 当他绕过床铺的时候 保温焦膜 发出了轻微的沙沙声 他将通往起居室的门 打开一条缝 然后 等待了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任何的异装 四周安静到了极点 他甚至听得见 杰西的轻微的呼吸声 以及自己耳朵里的 脉搏的节奏 贝莱 从门缝里 伸出了一只手 在黑暗中 摸索着一个熟悉的位置 不久 他就抓到了 控制天花板照明的旋钮 他施以 小到不能再小的力量 天花板便开始 微微的发亮 但由于光线 实在是太微弱了 起居室的下半部 仍处于半昏暗的状态 然而 他已足以 一览无遗 公寓 大门紧闭 起居室 则空无一人 他将照明关闭 回到了床上 这正是他期待的结果 证据 一一到位 拼图也完全拼好了 杰西心虚地问道 丽雅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杰西 一切 都好得很 他 不在这了 那个机器人 你是说 他走了 再也不回来了 不 不 他会回来的 但趁他不在这 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到底 在怕什么 杰西 并未开口 回来的态度 变得比较强硬 你自己说的 你怕的要死 我 我怕他呀 不对 这点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你根本不怕他 况且 你相当清楚 机器人 不能伤害人类 我 我担心 如果大家 都知道他是机器人 就会引起 一场暴动 而我们 都会被杀害 为什么会被杀害 你也清楚暴动 是什么样子 他们甚至不知道 机器人在哪 对不对 他们 他们可能会找到 而这 就是你害怕的事 一场暴动 这 嘘 北雷一把将杰西 按到枕头上 然后 他凑到他的耳边说 他回来了 现在 你注意听 但一个字也别说 一切都不用担心 明天早上 他就会走 而且 再也不会回来 不会发生暴动 也不会出任何事 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北雷 感到相当的满意 几乎可以说是 完全满意 他觉得自己 可以入睡了 他又默想了一遍 不会发生暴动 也不会出任何事 更不会遭到解雇 而就在真正睡着的前一刻 他心中又冒出了一个声音 甚至不必再调查什么谋杀案 因为整件事 已经解决了 他终于 进入了梦乡 警察局长 朱丽丝 恩德比 将他的眼镜 紫紫细细地擦了一遍 然后带回到鼻梁上 陪来心想 这一招真是高明啊 在思考该说些什么的时候 你还有事可做 而且不像点烟斗那样 得花钱 正因为想到了这一点 他忍不住掏出了自己的烟斗 将所剩无几的低劣的烟丝 塞了些进去 烟叶 是地球上仅存的奢侈作物之一 但不久的将来 恐怕也要消失了 从悲赖出生那年算起 烟叶的价格就一直上涨 从未下跌 配额则是越来越少 从来没有增加过 调整好眼镜后 恩德比将手伸向 位于桌檐的开关 轻轻地一按 办公室的门 便暂时变成了 单向透明的 对了 现在 他在哪儿啊 他告诉我说 想在局里到处看看 于是 我请杰克托宾 担任向导 贝雷点燃了烟斗 并谨慎地锁紧隔板 因为局长和大多数 非瘾君子一样 对烟味相当的反感 嗯 我希望你没告诉他 丹尼尔是机器人 我当然没说 局长漫不经心地 只手拨弄着桌上的自动阅历 显然还放不下这档事 情况 如何呀 他的眼睛并没有望向贝雷 中等棘手 真抱歉 你应该先警告我 他看起来和人类一模一样 贝雷以坚决的口吻说 局长显得相当的惊讶 我没说吗 然后他突然火冒三丈 妈的 你自己早该料到的 如果他长得像鸡山米 我绝不会要求你把他带回家去的 你说对不对 我明白 局长 可是 你见过像他这样的机器人 我却从未见过 我甚至不知道这种东西真正存在 我只是希望你能先提一下 如此而已